我們就是在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統計這個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總共Ctrl向下的話 總共有2209列的資料 那也就是2208乘上7個號碼 有這麼多號碼 2208乘上7 所以總total的數量的話 大概就是幾個 大概就15000多個號碼 那15000多個號碼 哪一個號碼 我們先算次數好了 如果我們不要再野心太大的話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 哪一個號碼它的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幫我排序 次數就好了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個叫做統計分析 也許叫做 然後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號碼 所以就是這個叫號碼 第一個 然後號碼的話總共有49啦 所以你按下1之後 然後按Ctrl鍵之後往下拖了 產生1到49號 49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的雲端上是做機率啦 不過我在講機率之前 我剛用數量算什麼 算是數量好了 就是產生的數量 然後再排名好了 然後再前七名 好 假設這幾個欄位 有沒有 這個號碼1到49 那數量我怎麼知道 到底1號在這個範圍之內出現過幾次 如果你要算數量的話 前面有沒有用過一個函數叫conif conif有用過嗎 好像沒有 其他範例我是有的 如果你要算 到底一個範圍之內 它總共有出現過的數量 你可能就要馬上想到一個函數 叫conif conif就是算數量 if就條件 ok 所以conif 你有沒有辦法放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地方叫 統計類裡面 有一個叫conif c開頭的 conif這裡 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它其實就類似像 樞紐分析表裡面幫你做的 其實樞紐分析表 背後其實也用conif 那只是說conif 它需要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range 第二個的話是條件 條件就是1號 所以呢 我範圍部分因為是跨工作表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個名稱 哪個範圍 從B2有沒有 選到右再選到下 所以建議是用 control shift向右 再control shift向下 把這個剛剛的1到6號 加一個特別號的範圍 選起來 做什麼呢 請你在它的 這個左上角有個叫 名稱方塊的地方點一下 也就是說呢 把這個範圍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大樂透 好了 OK 叫叫大樂透 然後記得哦 enter enter它之後的話呢 那以後 只要看到大樂透這個名稱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如果假設你定義錯誤的話 你可以從公司的名稱管理員看到 公司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可以看到什麼 一個大樂透 它指的範圍就是這個 叫什麼 B2到H的2209 這個範圍的話 指的就是大樂透 那為什麼要定義 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將來我要計算說 哪個號碼出現的次數的話 很簡單 就是先定義名稱嘛 2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找到count if 然後呢 range 直接記得一個快速鍵 f3 記得要按 function key 這個時候會跳出一個名稱 叫大樂透 或者你假設沒有跳出來 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打大樂透 指的就是剛剛那個範圍 那count if 就會知道 你要算 你要找的就是那個範圍 那條件的話 就是找1號 所以你再點一下A2 它就幫你算完了 幫你算完之後呢 發現 在大樂透裡面 總共出現1號的數量 是332 按確定 再來你說底下怎麼幫你算完 很簡單 快速點兩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數量呢 就全部都統計完畢了 有沒有 這樣超簡單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會count if 的話 說真的怎麼辦 這很大麻煩 OK 那當然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個 哪一個號碼到底歷年來出現的次數最多 那我希望做排名的話怎麼辦 接下來你可能還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叫做rank 統計裡面的r開頭 rank.eq 這個的話就可以算排名 rank.eq 它三個條件的話 其實第一個跟第二個就OK了 第一個的話就是它的數量給它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ref就是參考範圍 指的就是說呢 這個總共的數量裡面 它這個332排第幾個 所以ref就是游標放b2 control shift向下 指的就是什麼呢 b2到b50 指的就是說 b2這個它的數量 在b2到b50之間 它是排第幾名 馬上出現第八名 OK 這樣OK 但是記得 應該等一下排名要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範圍一定要鎖起來 所以請你在b2的2前面鎖一個前 然後50的地方呢也是加一個前 不然的話你向下填滿 它的範圍就變 向下一個就b3變b51就跑掉了 所以這個一定要鎖起來 如果沒鎖就一定會發生錯誤 OK好 第八名 那其他名次的話呢 當然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算出來答案就有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就會有 第一名在這裡 最高8號有沒有 然後第二名在哪裡 第二名在哪裡 還有第一名好像有重複的 所以它可能數量是一樣 所以第二名可能就是兩個 那再來就第三名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把前七名把它找出來 當然喔 如果以這邊來看 你要找出前七名把它cull過去的話 其實大概如果不寫VBA的話 可能就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排序 那怎麼排序 游標放在排名有沒有 資料裡面不是有個排序嗎 那我要找到前面的名次的話 那我就把它A到A就好 A到Z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幫我排出來了 第一名兩個 第三 第四 第六名好像有兩個 第七名 所以這個就答案了 那你最後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之後你貼你不能貼喔 你現在貼上去的話 因為將來還要把號碼重新排回來 有沒有 所以你貼你先把它複製 有沒有 把這個範圍先複製一下 然後再做什麼 把號碼排回去 號碼排回去的話就是 游標放A11嘛 然後A到Z 11再排到49 然後把剛剛的複製貼過來看看 不過好像它排完 它就沒辦法貼了 所以以我的經驗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 這個的話你可能就是 有個取巧的方法 你複製完之後 你找個地方貼 你不要貼到它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貼到 新的工作表 這邊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讓它再排序 有沒有 排完序之後再把它貼回來 再把那個工作表刪掉 這樣好像有點 有點不是很聰明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排完序 它就不讓你貼了 OK 所以這樣的話就算出來了 但是目前還是土法煉鋼 不過至少我覺得應該也算快的 OK 好 所以請各位 把剛剛的這個結果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們得到的結果有答案了 就這幾個號碼 下課前 經過投注站的話 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買個未來 OK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夢想 只是開玩笑的 OK 我只是打個比方 你不要真的做 你不要真的做 要不然做了真的就中了 當然你要記得要跟我講一下 如果真的中的話 那再來的話 最後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1 我先產生一個統計分析的新的工作表 2的話這邊產生號碼 1到4 記得按Ctrl鍵可以向下拉 號碼會增加 你不要連這個功能都不會 記得要按Ctrl鍵 然後數量的統計 我是用Count if 大樂透 不過這個名稱 記得 你需要從前面定義 游標放B2 Ctrl鍵向右向下 這個地方給一個定義名稱 然後再利用Count if 去統計一下 數量多少 排名多少 前七名把它做出來 這樣的話就得到最後的結果 其實大概滿快的 OK 如果你不會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說真的 你要做到什麼時候才能有答案 老闆說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這個某個數字 就是比如說我們公司的哪個產品的 銷售情況的排名 對不對 一定是個Big Data 那怎麼辦 其實到底差不多 你只要有資料 你就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大概這幾個部分把它完成 OK 目前後面都沒有寫程式 但理論上 如果假設你以後不想要再做同樣的事情 那你可能還是需要把剛剛的動作 變成連續的程式 那當然有幾種做法 不外物就錄劇期 不外物就寫VPA OK 不過後面這個我想難度比較高 這個請各位先試著完成這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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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